Supers style 我們請在正中間 讓美麗公園我們開始 說一下畫面 太美 太美了 不通的啊 可是當天確實有點想失落 然後不過去了慶公園之後 跟大家一起講說 我們還是要努力啊 啪啦啪啪 講一些那種激勵人心的話之後 隔天就立刻就沒事了耶 金鐘結束之後 第一個遇到的女兒就是徐老三 然後我本來想說 她會不會就是 講一些冷嘲熱諷 然後我就坐上車之後 我就說 寶貝媽媽沒得耶 她說我知道啊 我說那你覺得呢 她說沒什麼啊 她說至少你穿得很漂亮 然後我想說 這孩子還是有人性的 你要他講好話就 就是有點太勉強她了 她已經說至少你穿得還不錯 就已經算是很終極的好話 然後沒有說 你怎麼會沒拿啊 這種就已經 我就很欣慰了 那大S有說什麼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眼中只有 大S好像有說什麼 但我忘了 但我媽可能就會說 寶貝 你知道我們心中就是 最棒的那類的廢話 大S真的是一 說她是牛會太過分了 她真的是一頭不動的牛耶 其實雖然非常漂亮 可是她說不要就是不要 我就就屢屢勸她說 你跟兄弟啊 或者是我們兩姐妹在一起 很輕鬆的主持一個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再接一些工作啊 什麼什麼的 我就說 我覺得我這樣就夠了 我現在就是很幸福 就是每天兩個人在家演韓劇 她就覺得心滿意足 欸姐姐 那你認為說這個大S 她目前沒有規劃要付出的 這個關鍵點在哪裡 你幹嘛用主播的方式 關鍵點在哪裡 我覺得關鍵點應該就是說 她現在覺得自己太幸福了 她不想要花到任何的一點時間 在工作上面 她想要every time every minute 都跟她的husband說 她還是有代言 你怎麼說不怕加入 她其實那時候就要代言不代言 我就說你這麼美 為什麼不讓大家看看 你現在有多漂亮 然後她就說 好 然後她就說 可是我怕我太久沒有工作 什麼腦霧啊 台詞會背不起來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還是會拍一些花絮 我說你不要拍 我在現場陪你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她在拍攝的時候 我是在現場陪她 然後照片只要一出來 我就說 美 美 好美 然後一吼一吼一吼 吼到那個廠商在旁邊 就走過來說 哎呀我們也都覺得很美 因為她很怕只有我一個人 在提醒她們說要喊出來 可是她們就走過來說 我們都覺得很漂亮 就是 她們就有感受到我的熱情 然後我姐也因為我那個 非常就是狂熱的知識 她就有比較安心 因為她也問我說 妳接那麼多工作 妳是真的賺很多是不是 我說也不能到很多 但是至少就是有進帳啊 然後她就說 我說那妳要不要也出來工作一下 就是賺賺錢啊 因為我說小孩到時候請那個家教費什麼 妳會嚇死 然後她剛好又有那個TK Lab的那個楊諾素 有找她代言 然後她就跟我說 唉 許久沒出來 一出來還是 就是 就是很厲害 我說哪一方面 她說各方面 我說是 到底這是哪一方面 她說妳想到的哪一方面都是很厲害 就是頂級 我想說她應該是 給我那個吧 那總經理啊 哈哈哈哈 反正我姐是很滿意啦 因為她們倆 畢竟現在還是才那個 剛見面到一年了嗎 好像還不到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們倆就是 現在感覺就是超級新婚期 然後 真的 每一個moment都在演韓劇 就是連我們家人在她們面前 已經出現過多少遍了 她們倆還要在那邊 我姐一直說叫我不要撐她們熱度 哈哈哈哈 她一直說妳撐妳姐夫熱度撐夠了沒啊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